布林地市的案件两个多月 到达背上也无事无事 有到收到欢迎 老北当前担意 就要六十多万的医药费 过不中就要给亲家朋友赚钱 如今无人愿意过这些电池 受害者实在是仍要制造不掉了 对于来讲 这是很沉重的护肩 这个书境受害者有四个人希望 两个人还在加货币房 三十位当前的患者 一直担无背上的消息 他们配平市府到百会的台下设议 仍然存小几会在上当 经过了解 台北市府幕前委员的所接 益雄书 现在团出的根本 要没对业者提出机靠鸭 过来命返车和家属 经负责人找到脱散 人要跑掉了 那当然科学这件事情 对于家属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相关保障 那我们也希望市府这边 能不能尽速 把他们可以做的这个流程 赶快补起 透过社工提供给每位被害人 律师的连续方式 可以咨询律师 那我们都有向家属确认过 只是截至目前为止 并没有家属有意愿 以个人的方式 提出贾合药的宣誓 这段保障的案件 若是要再这样拖下去 翻试到买了 都都刷刷去 明镜新闻中华报道